今天昨天晚上到今天还是比较平静的 现在在基辅市中心是安静的 没有没有任何声音 但是就是说说我那个朋友打电话说 在离我们家有差不多十个米左右 还是有有那个打枪的声音 昨天晚上大概九点多钟时候 有两声爆炸 这样子出门的 看着山盘里边很多很多都已经空了 进口还有些这有一些进口的食品啊 想买点牛奶也没有现在 看这里现在水果这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就没什么了 菜这都是卖水果和蔬菜的没有啥了 都是超市 旁边就是个超市 都是超市已经可以看得到 已经排了很差很长队了 路对面商场也是到处都是排着队 谁能看得到 某种方式 xd b 3 4 9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